重頭戲直衝北港朝天宮 人潮突破了20萬人 破了200年以來的紀錄 粉紅超跑三進三出的畫面 更是經典重現 而沿途也有信眾 用吊車炮仗 還有鞭炮紅毯迎接媽祖 相當的壯觀 此外人多也為朝天宮周邊 帶來了商機 越晚人越多 越夜越熱鬧 白沙屯媽祖亂叫粉紅超跑 白米衝刺直奔朝天宮 拉炮裁帶奮飛空前盛況 換個角度 至高空拍更是精采 信眾高喊進哦進哦 三進三出 震撼場面經典重現 廟門前到外自行巷道 二十萬人擊爆看不到盡頭 人山人海萬頭傳動 白沙屯媽祖進鄉 重頭戲就是進入朝天宮的這一刻 沿途驚喜不間斷 還有信眾用吊車炮仗迎接媽祖 又有人鋪了一地鞭炮紅毯 炸裂瞬間白煙飄散 還有七彩煙火加碼相當壯觀 超級這個動毯不得 直接被卡住 今天再次了 月夜月熱鬧最樂的還是潮天宮周邊商家 除了吃吃喝喝有賺頭 沒想到鞋墊也意外豐收 因為人潮多嘛 一定會有鞋子穿穿壞掉的 或者是腳痛的 然後他們就會來換鞋子換拖鞋 許多信徒跟著鞋叫一路走 鞋子穿到開口笑 甚至歪了裂了勉強用襪子包起來 撐到第六天 200年來20萬人隨行 可說是破紀錄 又人熱到重暑送醫 來回400公里 長途跋涉實在不簡單 再次寫下新的歷史篇章 記者 鄧永明盧俊傑 網上SN小組雲林採訪報導 小狼